2個小鼓切分音 延續上次的練習 現在我要在一個小節裡面做兩個小鼓的切分音 先回憶一下上次所說的四個時間點的位置 是切在第一拍的第二點 第二拍的第四點 第三拍的第二點 跟第四拍的第四點 我們現在在這四個時間點當中 先選兩個點來切分 第一個選擇是最常見的 就是第二拍的第四點 以及第三拍的第二點 接下來我們試試看 切分在第一拍的第二點跟第四拍的第四點 這樣子的切分方式 在循環的時候 你會發現第四拍的第四點 跟第一拍的第二點 會有連起來的感覺 現在我們試試看 切分在第一拍的第二點跟第二拍的第四點 現在我們試試看 切分在第三拍的第二點跟第四拍的第二點 現在我們試試看 切分在第三拍的第二點跟第四拍的第四點 現在試試看切分在第一拍的第二點跟第三拍的第二點 現在試試看切分在第二拍的第四點跟第四拍的第四點 第四拍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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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拍的一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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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